大家好,我是美米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上帝保佑美国》 老铁是个性格压抑的李毅大叔 他与女儿关系紧张 因此性格更加抑郁 隔壁邻居爱喧哗、爱吵闹 并且乱停车辆 十分没有素质 老铁一再忍让 换来的却是邻居更加得寸进尺 老铁只得看电视 舒缓情绪 结果电视中充满着恶意 羞辱、失腔凌弱 以及其他各种负能量 第二天老铁去上班 同事们龌龊的言辞 以及丑恶的嘴脸 让他更加厌烦透顶 这还不够 老铁好心关心同事胖妞 反被扣了个性骚扰的帽子 被公司辞退 头痛去医院检查 被告知自己得了癌症 万箭穿心 走投无路 老铁拿出枪 准备聊此残生 而在此时 他看到电视里真人秀中 一个浑身公主病 贪得无厌 且毫无教养的女孩 吸引了他的注意 就在这时 女儿哭着打电话过来 因为母亲只送了他一部黑莓 而不是iPhoneX 所以撒破打滚 和电视里的公主病 何其相似 老铁决定自杀之前 先去为这个病态的社会 贡献出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杀掉这个女孩 然后再自杀 第二天 他直接开走了邻居乱放的车子 找到了公主病 把她靠在方向盘上 然后 好吧 还是用枪吧 这一切都被路过的女孩 小白碰巧看在眼里 并由衷地赞叹 回到酒店 她再次准备自杀 小白跟踪她到酒店 并敲响了她的房门 一番交谈后 小白建议老铁 在她自杀之前 先杀掉一些该死的人 至少要杀掉公主病的父母 谁让他们没教育好孩子 老铁在杀公主病父亲时 公主病的妈妈跑出去 一不小心撞到了小白的刀 小白第一次杀人 激动不已 老铁则感觉自己犯错了 便打算和小白分开 小白却说自己爹死娘改嫁 她也被肌肤强暴了 老铁很同情小白 于是两个人开始组队打怪 看看电影杀杀人 跳跳舞杀杀人 玩玩游戏杀杀人 兜兜风杀杀人 刻薄的主持人死了 邪教头子死了 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地死了 一车占两位的车主死了 食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事了服一去 深藏深与名 然而社会并没有因此变好 好像似乎更恶心了 老铁对此充满厌恶 小白便建议去法国享受生活 更可喜的是 医生打电话过来 告诉老铁 他没有得癌症 老铁很高兴 决定跟小白去法国 就在这时 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小白父母 在寻找小白的新闻 原来小白骗了他 他有父母 而且父母很爱他 任凭小白怎么解释父母 对他的不理解 他仍把小白赶走 因为自己是个不祥之人 在电视里 老铁看到小白和父母团聚 他笑了 又截然一身的老铁 散尽家财买了AK47等重武器 他决定干掉电视里 那些无耻的选秀评委和观众 帮那个受尽欺凌和羞辱的胖子选手 也帮自己出口恶气 他一路杀进直播大厅 看到小胖仍像个小丑一样 嘶吼着难听的歌 下面观众在喝倒彩 嘲笑着挖苦着 浪货脑残滚下去 一阵吐吐吐的声音传来 那些贱人都去领了盒饭 老铁又把评委就上台 逼评委唱歌跳舞 有人要偷袭他时 一个声音提醒他小心 是小白 他也来了 老铁激动至于 又义正词言 酣畅淋漓地批判一切 审判一切 要替小胖伸张正义 小胖却打断他的话 说老铁误会了 这一切都是小胖自己想要的 老铁感觉自己被打脸了 这个社会无可救药 他和小白对视了一下 拿起了枪 对现场进行扫射 代表正义的警察 及时赶到 二人也被射成了马蜂窝 故事结束 这是一部让人十分压抑的电影 究竟是国家的错 还是人性的错 不财数学浅 说不清楚 人知自荐吧 但我觉得 一个人要拥有骑马的是非观 好了这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